台北也是嫁 也不是你真正識財的朋友 齊剛接到電話 富人趕來郵局 準備匯款二十萬元 航員警覺不對勁 立刻報警 果然事有蹊蹺 就連郵局帳號都跟本名不相同 一言就被警方識破 原來老婦人接到電話 對方聲稱和被害人是多年好友 臨時缺錢想要找人幫忙應急 類似詐騙案件層出不窮 而且被害人大多都是獨居長者 根據警政署統計 二零二一上半年 猜猜我是誰的詐騙案 其中高達百分之三十七 被騙的都是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第二名則是假冒公務員 要求被害人解除分期付款 高里長輩的遭詐比例 也高達百分之十五 減少了外出 那或者是長輩他可能不識字 或者是長輩他有一些重聽的狀況 其實他們要獲得 就是防詐騙的知性 其實是越來越少了 長者不僅成了詐騙集團 頭號目標 獨居生活也常常遇到困境 又無法及時得到幫助 或是缺乏人際互動 造成生理疾病 這個人家要怎麼樣 很好 你吃飽嗎 全臺進入高齡化社會 二零一一年全臺約有二十二點六萬戶 獨居長輩 二零二一年多達四十七點五萬 十年內就暴增一倍 居家關懷跟電房 大概是一個月一次 提高電話訪問的頻率 大概從一個月一次 提升到一個禮拜一次 加強關懷頻率 幫助獨居老人 社工身處在世 社會角落的最弱勢族群 近期我陽氣陽光雅麥採訪報導